比较好 可是我为什么画了两个虚线 不是告诉你比较好 大家先知道 它哪有比较好 它整个一个有出新的机种 叫做iPad Pro 很大一台的平板 大家还记得吗 对对对 它根本销售是不如预期 所以它等于所有的硬体的一个销售上面 都是不好的 那这个过程就是 那苹果到底凭什么盘后是上涨的 我们来看下去 另外部分里面来讲我们要看 它主要的原因是 它未来里面来讲话 它还会除了iPhone之外 它推出MacBook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这个相关的一个概念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所有的苹果的一个销售都不好 对不对 我们来看外资那张字卡 买超第一名是鸿海 为什么 因为它是高值率率的概念个股 台积电属于处理器 其他你有看到第一页里面来讲话 是任何的一个苹果的概念个股吗 没有 再看第二页 有一档个股叫做伪创 那为什么会去买伪创 伪创本身还含息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还是有这个概念 而且伪创是iPhone SE的组装 那我刚刚为什么要先跟大家看这张字卡 你再换回来投信的买超 这样子的一个前20名里面 你有没有发觉到第一名是帽龄 因为它有填息的表现 第二名是TPK 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下一页的部分还有所谓的2421的见准 买了200张 那你就会发觉到投信不压iPhone 它压MacBook 刚刚那个全部都是不是手机的概念个股 所以你念到那几档投信买的是苹果的MacBook 笔电的 它在这一次的财报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个部分 但是它在本季里面应该会推MacBook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从投信来看 我刚刚已经谈到了帽龄TPK见准 都是MacBook的一些的概念个股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在北美地区里面降价100美元 那为什么不买台湾的概念个股 请问 它的毛利有改变吗 38对38有改变吗 没有 那它降价100美元是谁变 一定是零主见变嘛 又砍我们的单价了 对 所以这要小心 那预估这样砍的100块不是i7 也不是叫i6SE 它有可能砍的部分里面是来自于什么 iPhone 6S要砍价 所以鼠方 这个是不是以后我们就这样观察 听看看这我今天的大发现 当一家公司 比如说像苹果这种大的品牌大厂 因为组装代工都交给我们的 鸿海相关的供应链 其他的在组装 如果您发现到苹果 再回到鼠方刚刚苹果的毛利率 发现到它的毛利率都保持在 38 38没啥改变 可是未来的新产品 刚刚的那一张的刺卡 缺出它新产品呢 它降价100美元 那毛利率不降 它的售价却要降 砍谁 砍供应链供应商 所以我们以后就这样观察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买的一定要有属于独家 独占的部分里面会比较好 否则如果你是两个竞争 那一定是杀价 那哪些是独家的呢 MacBook哪些 应该是说像手机的部分里面 我们等一下会谈它的规格再跟大家讲 那我们谈到这个部分 如果可以的话 再跳回到苹果对于本季 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它的营收的展望性 因为为什么要讲到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谈到I7的部分 财报公布之后 其实大家最想要听的是未来嘛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看看 我要谈到I7 可能要在9月份发表之前 来看一下它对本季的展望性 按照到讲新机出来了 你总要对本季的展望不错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本季的营收市估455亿到475亿美元 那请问上季是多少 上季是423.6 那你根本没有什么成长性啊 你的成长性大约是在11个%到16个%而已 可这样不算多喔 11%一层多 它已经是年衰退 那个季衰退 它只有增加11个% 那这样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它又衰退了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这里 那我要讲这个数字换算出来 算算出来 它的一个所谓的515亿美元是去年的喔 去年同期喔 在同期本季里面 它是515亿美元 那代表什么 YOY持续衰退 那就代表去年已经 我刚刚讲平概各国 去年已经跌翻掉了 因为iPhone 6S卖的不好 那就代表你比你的拉货上面 比iPhone 6S更差 也就是跟去年同期比也掉啦 跟这个上一季比也掉就对了 因为iPhone 6S已经卖得不好 那我们的平概股在当时候大跌 你现在拉的货又比iPhone 6S来得少 所以当然它不买平概个股嘛 所以糟糕了 那苹果对下一季的展望 也是偏保守的那属方 对啊 那它的毛利我刚才已经讲了 它是持平的 预估是37.5到38 那iPhone的部分里面来讲 它预估是4500万支到4700万支 这样的话11到16个percent的话 对我们的一个一直久旱 想要逢干领的平概个股里面 可能会有一点点来讲话难过 而且它那时候不再讲说iPhone 7 发现到说我没有改那么多啦 不要叫7叫7有点点溃兑 改成叫做什么S1还是什么 iPhone 6S1 对的对的 叫iPhone 6S1 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刚讲完之后 就要看到现在 对它预计呢是9月12 或是9月16外传 它要发表iPhone 7 或是iPhone 6S1 那为什么苹果还能够大涨 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它决定配发股息 0.57美元 但是说0.57美元剩下 我告诉你 美国的一个利息啊 是趋近于零 对 那美国的股票很少发现金股息 所以它要发的话 大家就很乐意 很容易涨 原因就这样 因为它去年同期 刚刚看到什么都衰退 对不对 这个比去年来讲 2015年的1月27 配息来得好 去年只有0.47美元 因为只要有配 人家就会认为说 股息殖利率还算还不错啦 比定存来得好 大家就青睐了 对 你看扑克夏的一个基金里面来讲话 赚这么多 就巴菲特旗下的扑克夏基金 从来没配过 这样的喔 对啊 他们美国不流行这样 他们流行股价让你赚 不流行配息让你赚 所以那我们再看看 它的一个另外一个区块上面 它大中华地区里面 总共销售88.48亿美元 这个大衰退喔 年减的部分高达三成以上 百分之三十三大于预估值的衰退 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不懂 这个终于帮我做点小补充好不好 库克啊到底是政治现实下的无奈 还是说商场没有好朋友呢 库克为了要去抢中国大陆市场 他亲自去拜访他们一些的高层啦 主管啦甚至政要啦全部都建了喔 第二个呢甚至说啊 苹果到那儿他得要用他们多少的 零组件的厂商的合作啦 该合作的也都合作了 竟然这一季的财报喔 上一季公布出来是 苹果在中国大陆大中华区的销售 还很差 比欧洲还要来的差 那库克被中国大陆官方给耍了吗 当然这有一些是属于这个政治的问题 在里面 包括最近谈到的所谓南海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其实在大陆在前阵子 也宣判了一个案例嘛 就是说苹果有侵权嘛 有侵权到中国的一家 很小的一家手机厂的这个权利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在中国要来这个销售 这个苹果手机确实是有难度 不过其实我在接触大陆 这些朋友的时候 其实他们其实蛮喜欢苹果的手机的 这样有点就是说拿着苹果手机 就是比较时尚 或者比较稍微高调一点点 但是其实在中国 其实华为这些国产品牌 其实它起来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当然有这个很多因素在里面 对 所以听得出来 刚刚终于这么一说 中国大陆政府还是有一点点那种 贸易保护色彩 就算我开放你苹果进来 但是它扶植国内那些 自由品牌的手机呢 更是大力在推喔 可能销售啦 或者是一些的这个配对的啦 便宜的价格啦 配套啦这些 那也要怪苹果啊 因为大陆的品牌手机 高阶智慧型手机 就是CP值很高啊 对对对 像刚刚谈到的 华为这一些的高阶智慧型手机 的确是占率是提升的 CP值叫做性价比 就是性能好得不得了 但是price价格很低 CP值很高 他们大陆品牌都是这样的 对 所以苹果已经退到第三名了嘛 对不对 没错 那更何况 大家看整个一个前线百分百也知道 我说习近平先生就是希望人民币 缓扁 一路扁 然后刺激出口 可是问题是你中国人里面来讲的话 人民你去买苹果 你的人民币一直扁一直扁 那你感觉苹果的手机买起来贵不贵 变贵啦 对 它变贵 原来 所以它这一次的销售之后哪边成长 大家知道吗 就是日元之前一直升值 日本卖的最好 只有它成长 其他全部欧洲啦 或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都是衰退的 那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往下 人民的口袋变薄了 买这种贵的东西总是要施量一下 但是真正苹果的大涨出我刚刚谈到 真正的理由 一个是它配息 第二个就是这个部分 它的服务的部分里面 像APP Store 它是营收创下了历史上面的新高 将近60亿美元 然后另外一部分 APP的配 APP的一个music 都非常不错 好 跟大家说一下APP Store 就是每一支手机 它里面都有一个商店 商店你把它按进去 这个Google Android 也会有Store 按进去好多的功能 你可以买的 不买的 不用钱的 要钱的 都在Store里面商店 那刚刚还有包括APP Music音乐 还有一个是APP Pay Apple Pay Apple Pay 其实就是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 或是它的本身的一个音乐 还有所谓的 刚刚讲的一个商店 那这一次里面来讲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APP Store 这个苹果的这个商店上面 可以赚这么多钱 你知道库克讲一句话 我们台湾媒体比较没有讲到 这一次 宝可梦 GO 在整个APP里面卖的真是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想 我们台湾的其他的什么 游戏商要去代理 根本没可能用APP Store 根本没有代理商的问题 下载30块就给他了 对嘛 我听说好像是就直接下载 对直接下载 所以以后在台湾也是直接下载 就不要想什么有代理的问题 所以他就讲 大家可以发展VR跟AR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也不错 那我们来看看 我为什么说在今天大家 从个股上面的表现 就已经看出了很大的变化 像我刚刚看到 讲到的 为什么伟创会长 为什么鸿海会长 为什么大力光会长 很简单 因为这一次的不管你叫i7 或是叫i6 SE 我就以i7讲比较简单 i7只有Plus 有变焦的双镜头 那整个其他的i7呢 假拍谁 他就把之前的iPhone 6S的镜头 拿过来用而已 所以你要买买什么 你要买Plus 才会有双镜头 那Plus的部分谁组装 不是合硕 是红海组装 所以大家现在了解到 那升级什么影像感测器 影像的感测器 不是影响感测器 影像感测器 再过来呢 是支援什么立体声 而且这一次里面来讲 你看像我这个苹果 买了这么大一个机壳 有得拍看还是拍看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防水 掉到马桶里就挂掉了 它这一次里面会增防水 会防水 那它接 你看大家一直要金色 不然就玫瑰金 那有多松就有多松 那是中国大陆爱的 不是我们台湾人爱 那中国大陆销售都已经衰退这么多了 所以它追加一些什么 年轻人的色款 大家可以看 这一次我个人认为还算是蛮年轻的 哪些颜色 有它有些是双色 你自己去看 大概有五到七款 是 有Type-C Type-C大概就是跟一些IC设计 最近IC设计个股也很强 Type-C有些会做的 它就废耳机孔 变成无线蓝牙耳机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现在我们台湾都遇到红潮了 三不转路转 我们的政府一直阻挡 所谓的美绿 就它就用它在大陆的公司 给中国大陆去投资 那因为它用无线蓝牙耳机 力举身的部分 这单子就被抢走了 那还有赶压的轰件 那今天里面来讲 有些记忆体在涨 除了历程的财报好之外 也是讲记忆体不错 因为它的储存容量 是从32GB的部分里面 去做起跳 可是如果照鼠方这张字卡 鱼哥啊 你觉得呢 我这样子听 这样子看 你看防水 真防水 其他的手机 有人都可以下去游泳了 都没关系 你自己去看很多广告 都是防水啊什么等等 都做得很好 蓝牙耳机 别的手机有人找就有了 我觉得里面好几项 会不会又是苹果学人家 然后没有什么心意呢 你研判你感觉 这里面的确没有什么心意 除了真防水 这个少数的有啦 比如说Sony过去有做 但是这个真防水 我目前看来是不错的 Type-C的话 非耳机孔 这个我想这个聊神与 所以我觉得这个卖的要 你说要多好 我想很困难啊 对啊 没有什么新的店 所以我为什么要问宇哥 因为现在大家市场上分两派 有人说这个iPhone7 或者是叫iPhone6 SE 应该会真的比喻起来的好很多 可是我的想法跟宇哥一样 因为没什么特别啦 实际上 长相就这样子嘛 其实我们人是外贸协会的嘛 对不对 你看这其实如果外型没有差很多的话 可是它有新的颜色 年轻颜色 颜色归颜色 有时候你看你用这套就套起来 你根本看不到颜色啦 不要套啊 苹果就是给人家看了呀 不要套摔坏 像薯芳手机摔坏好几次 他用那个东西就摔不坏了 我真的告诉大家 有人为了给大家看苹果 是摔坏了 这个前面这边都破掉了 还是拿着 就是不肯用的套子 我也碰过 对啊 所以薯芳啊 我刚刚问宇哥的问题 我还是要问一下 您的预期呢 这一支在9月份初会卖得很好吗 我是认为不会卖得太好啦 库克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预期 对啊 如果你可以等 它其实在这一次 为什么大家说不一定叫I7的原因 它最大的问题是OLED面板 今年的产能不够 所以它可能要到明年里面 才可以用到OLED 所以它不是OLED的吗 它不是 所以这个区块上面来讲 所以大家才会这样讲 那无论如何 毕竟我们台湾有太多的 零组件供应链 我们还是希望它卖得好啦 不然的话 整个倒下来 我们台湾零组件供应链里面 对指数上面的帮助上面而言 就会比较负面 所以感谢鼠方特别帮大家把苹果财报的加音 苹果派它列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就用扫描的 因为刚刚他有讲过了 一张 两张 三张 特别注意法人的动作有两张 因为最重要的下一个主题 我要赶快切进来了 鼠方刚刚把财报完全检视 真的有那么好吗 所以这份报告您更要担心了 放眼全世界 iPhone难道不是打Global的吗 当然全世界 所以听说有六大隐忧 从中国大陆就看得出来 库克你得糟糕了 这六大问题又该怎么办 来看一下标题 这个每一个问题听说都很严重 对 每一个问题都很严重 但是我个人认为 它还没有写得很严重 为什么呢 你看第一点 它说iPhone自销售以来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 呈现年衰退的局面 我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营收423.6亿 QOQ也好 YOY跟上一季比 跟去年同期比 是不是都是衰退 但是问题是 我已经讲了 本季的预估值 还是年衰退 所以应该是三季不是两季 所以它已经蛮客气 然后呢 上一季大约是5120万支 它讲它的iPhone 那这个部分就是季减21% 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年减15% 那我们再看看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第二个部分就是销售量下滑 我请问大家 你看第一张字卡里面 除了APP store 那跟我们台湾一点都关系 都没有的软实力 其他的硬体的销售 是不是一路走滑 没错 一路走滑 这是阶梯式的下滑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 iPhone Mac的部分 iPad的全部下滑 那请问库克到底在干什么 可是那时候不是有讲说 Mac比电有成长一些吗 为什么现在 手机平板下滑 我们知道了 那Mac不是有成长一些 Mac本来是成长 其实我没有想到 上一期也是衰退 也都是衰退 所以整个一个苹果已经都是拿自己的产品来打 比如说拿iPhone SE打了iPhone嘛 对不对 拿平板跟手机是不是对打 所以总有一个会输啊 就平板输下来了嘛 自己打自己 那你再拿什么 你再把一个平板放大有12寸的 你又打到是什么 自己的笔电嘛 这个就是 库克就是搞这些了 所以我们先进广告 鼠方刚刚刚那一句话实在是 听起来有点让人心痛啊 库克你带领苹果这么久 你到底在做什么 还是库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只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回到现场之后 六大隐忧的背后看出 未来苹果 库克怎么样的危机呢 这个危机还真的发生了 Oh my god 曾经很红 但是呢 竟然董事长相关人等涉嫌内线交易 然后其实呢 鼠方姐的这句话呢 我放在心中 已经放了一年多 我今天真的要把它问清楚 时间长一点点 库克呢 从贾伯斯手上接下了 Apple之后 你看这个股价是长这样 专家有教啊 如果把这个高点这么一连接 不就下降轨道吗 库克 鼠方刚刚有讲 我要答案 你在做什么 我们前线应该美国是看不到的 然后鼠方库克 他在做什么呢 对 其实最近里面库克他也知道 他从硬体方面 他已经搬回颓四了 他都是从软实力 所以他在最近里面也开始呢 去收购一些 有软体设计实力的一些的公司 对 那这个部分就他做的 另外部分 他的i-car的部分里面 他也开始再去做 也在做研发 他的那个执行能力上 是不是稍微有点弱呢 他执行能力没有问题 他的一个成本的控制 coach down 非常好 他问题是他没有创造能力 对 而且呢他基本上 我觉得他带人也有问题 所以在当时候跟着 贾伯斯呢 非常有创意的一些人 在他一上来的时候 其实就走掉了 所以你可以发觉 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苹果的发表会 没啥人看 原因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这个创意 包括了带人的领导能力 这方面真的是比较偏弱 对 那尤其是我们台湾 最讨厌他 为什么 因为他来之后呢 ASP平均售价 领主舰的平均售价 是节节败退 因为他就执行 然后他就为了去巴结 中国大陆的市场上面 一直把所谓 为的红色供应链引进来 对 所以这都是造成台湾的 一个部分里面的压力 中国大陆也不给他买账啊 对啊 慢慢会越来越买账 因为他最近又要开始 买中国大陆的公司了 OK 这个而且投资 是真的拿钱去投资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在第三个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很大的一个隐忧 就是他的平均售价 他的平均就是 所有的iPhone的手机 弄出来呢 平均在六月底的时候 去统计出来 已经跌破六百美元 已经来到五百九十五 也就是他一支里面来讲 所有的手机里面来讲 加起来不到一万八嘛 大约一万八左右 所以他比上一季里面的 平均售价里面来讲 你有没有发觉到 一季之中里面 跌了快要五十块美元 真的耶 一季三个月 以前大家的 你知道 苹果手机在二手的 一个市场上面来讲 是很好卖的 因为他的单价的下跌 是非常的缓慢 那HTC里面来讲 才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卖了三个月之后 砰一升价格就跌掉 就他这一次也发生 同样的现象 三个月的时间 跌掉了快要五十块美元 快要五十块美元的部分 里面是很多的耶 是上千块新台币耶 是不是也意味着 苹果的那个Loco品牌 已经不再是大家的 这个沉迷程度啦 或者是粘着性呢 已经开始在下滑了呢 粘着度在开始下滑 所以他一直在找年轻人 加入这个区块 或是待机投靠 比如三星啊 别人啊 待机投靠的部分 那第四个部分 里面我们来看看 我刚才已经谈到 他已经连续两个季度 营修跟获利里面来讲 同步的一个衰退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里面来讲 当然就是有一定的一个难度 那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个人认为 他最大的隐忧是在第五点 中国大陆市场大减 变成第三名 减的年衰退是高达百分之三十三 季衰退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快要三成 跟上一季比 就已经快要衰退三成了 这实在太大了 我请问你 大中华地区里面 它就是世界上面 跟印度相比 就是人口很多的嘛 那再走 可是印度又不买你 高阶智慧手机的帐 那你现在如果 大中华地区里面衰退 请问人民币在本季里面 是扁还是深啊 扁啊 持续扁嘛 对啊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会变得更贵 对 更难销售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你可能要稍微留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部分是隐忧 所以库克这一次 就很那个 它就故意讲说 我非常的重视 中国大陆市场 我也很重视印度的市场 就是在削减这个利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目前来讲的话 它对于我们说本一季 它的财测仍然是连衰退 那预估我刚才讲到 455到475 去年同期是515 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台湾的平概个股 你的选择性上面 一定要按照我刚才说的 新的规格 独占性毛利才会高 两个公司以上的竞争里面 未来的ASP只会往下走 也就是说 苹果它向来都是 会有两个三个供应链 因为叫你们 自相残杀 现在都是四五个以上 像软板就是这样 好多个 那我们还找得到说 它是独家供应的 刚才已经谈到镜头就是嘛 大力光 因为后置镜头就是它的 然后另外部分来讲的话 处理器的部分是嘛 对啦 其他大概都有互相竞争 但是它的一个 我刚才讲 plus的部分 跟所谓的 i7的部分 鸿海跟合硕是分开的嘛 确实啦 如果您从今天的外资的 买超那个排行榜的第一张 一到十米 也可以看得出来 苹果因为现在都给你杀价 一直杀 越杀越低 它自己毛利率保住 管你的 就杀你 看我们的供应链 那因为呢 还是要找它来代工 晶片呢 只能依赖它 做得比Samsung来得好 但是这个呢 最近却成为法人 买的比较多的友达 它倒是跟苹果没啥关系 但是呢 为什么外资买的那么多呢 今天对友达而言很重要哦 友达召开法说会 买了一万几千多张 法说说了什么呢 在今天的法说来讲 基本上是揭露它在第二季的 一个获利的一个成绩单 不过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成绩单其实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虽然说它这个税后是净损了 大概是八亿左右 但是我觉得这个无伤大仰 最主要是大家在这一波的上涨以来 都是外资把它一路买上来 再加上国内的一些 一些所谓业内 或者是一些当充客 因为它比较低价嘛 所以可以做一些业绩 所以在这边把他这个股价拱了上来 不过接下来 再来到了第三季之后 其实公司的一个说法 其实比较简单一点 他是讲说第三季是一个旺季 并没有给大家一些比较明确的数字 当然这也是他过去的一个做法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应该来讲的话 友达的股价未来能不能再上涨 完全取决于外资 只要是外资持续的点火 股价就当然会持续的往上来走 那我问你现在因为友达已经涨上来了 时间拉长一点一点 外资最近连续的买 底型也出来了 投资人现在是要往上追买呢 还是等拉回再来买 如果不拉回应该会的 如果不拉回但要不要买呢 请问 因为面板它属于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个股 它并不是来自于真正的一个所谓 应该说并不是来自于所谓 接单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成长 所以当这样子这么高角度的一个上扬之后 我觉得还是必须要 依技术面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操作 技术面就是等拉回再买就对 乖离太大了你就不要再追嘛 然后靠近郡线呢 或者说这个地方亮缩了 你再去切入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友达的操作啦 法师的内容啦 都帮您追了 其实今天的法师会还有另外一家叫做联电 葵国大哥 联电第二季的成绩单也出来了 您能不能帮我们也做一下解释好不好 联电第二季的营收是370亿 这个季增是7.5% 还算非常的好 因为它股本已经相当大 但对于年检来讲 跟去年比较它是衰退的 那毛利率是22.4% 那每股存益是0.21% 那晶圆代工这个营收的成长是7.5% 整体的产能利用率上升到89% 那代表说现代的晶圆 它还是往上冲的 关于这个产用率我有兴趣 终于啊 这个产能利用率往上攀高到89% 再加上毛利率22以上 对联电而言本身 应该是不错的成绩单 它是不是来自于物联网的晶片用量呢 因为听说物联网 它的那个晶片不需要像台积电 那么样的高阶 而是用联电 所以它的产用率的攀高 来自于物联网这一块吗 当然因为联电本身在制程上 就没有像台积电跑的那么快 所以它当然它的一个产品就是 比较属于没有到那么 先需要先进制程 但是其实我这边还在补充一下 其实联电对于第三季的展望来看的话 其实算是比较持平 或是比较属于下滑的 因为它认为在第三季的毛利率的话 会从第二季的22.4 来回到大概20%左右 毛利率掉两个百分点 22%掉到20 对稍微掉一点 那产能利用率的话 大概从89% 回到大概85%左右 但是因为它可能有一些产品 在第二季可能有先做好了 所以它预估在整个第三季的一个 金元的出货是小幅成长 大概二到三个百分点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我觉得是稍微中性 小幅一点点负面而已 其实也不构成说 什么股价要明显的下跌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对第三季的展望 其实应该算是 比较属于持平的一个想法 你看葵葵大哥 28奈米的营收贡献达两成 当时他们就在讲说物联网 不要用到不需要用到 什么7奈米10奈米 太过高间的台积电在做 大概20奈米28奈米就足以应付 那个物联网了 然后重点在最后一行 厦门联新未来将成为 联电扩展中国大陆市场的重心 以您的研判联电之后的市场 布局的焦点 会不会就转移到大陆去呢 我觉得从现在很明确就看到 甚至它在大陆 就转投资12寸金元也是在大陆 不是有三家吗 台积电 利金跟联电 那事实上联电的走向 本来就是走向一个大陆的市场 但是他的那个负责人 曹青城不是都移民到新加坡了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联电的股价 我一直给大家建议 这是我长期观察的一支股票 它几乎是一个杠杆的操作 我们所谓一个杠杆操作就是 公司利用股价的一个支撑跟压力 长时间在进行一个 所谓低买高卖的动作 那你可以发觉连电的股价 真的是如此 我刚才讲过嘛 你去看连电股价 如果从11块到13块 它几乎可以走一年都不夸张 那现在它是从几块到几块 现在的股价还是在11块到13块之间 那你再把它缩小一点就是 13块你可以选择卖 但是11块半你可以选择买 就在这1块半之间来买 因为它的股本很大 再加上它的基本面 就只适合一个短线的区间操作 感谢今天魁国号包括了钟玉 帮我分析一下 今天两家公司 友达跟连电法社会的重点 其实像这种大型股 我比较不担心 因为法人会做又有量 你说要真的炒作内线 有那么容易撼动 但是如果小股 那就不一样了 昨天晚上把大家震撼到了 游戏股Oh My God 它涉嫌内线交易 而且就是这个人 Oh My God的老板 内线弊案 现在被装到了 这是他 这个案子 待会宇哥会讲得很清楚 发生在四年前 先把事件了解清楚之后 我就要告诉你 这个骗不了人的 凡走过必留痕迹 你有出货 你有到货 为什么20应该说 宇哥是在几年的时候 刚好四年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2年8月 2012年 所以整个事情来龙去脉 宇哥讲完之后 我们再从2012年筹码 到底见到什么样的警讯 我们再来追 先讲整个的内线交易 这个董事长我们可以看到 叫林一宏 他在2012年的时候 这个涉嫌 我们先讲涉嫌 这个检方去搜索 就是涉嫌 他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有疑似 在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以及在8月份营收 往下掉之前 涉嫌利用 所可以控制的户头 出脱持股 避开了损失 目前疑似是 避开了6000多万的下跌 第一个他们在挂牌之后 股权一定分散 所以分散出去之后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有事情去查 顺藤摸瓜 但是这些人头户 是他们能够控制的 我先讲不是单纯 只有游戏公司 也不是单纯只有林一宏先生 这个公司而已 很多公司都有这种情形发生 这个不要觉得意外 但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会在这个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异常的进出 然后被盯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 我们来看这事情 我还是不太确认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当时他的内线交易是说 股价还在高档的时候 他就把货先出掉了 所以并开掉掉下来的损失 疑似 疑似出掉那些股票 是跟他有关系的 这是今天检调去查他的重点 我们看这个事情就是 他过去是代理韩国的游戏 曾经带来韩国游戏怎么样 爆红 那爆红的情况之下 他的一个游戏 基本上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海外授权的 授权的部分就是说 我今天授权你海外公司 那海外公司 海外公司 他要有这个合约金 要回馈给我这公司 回馈给Oh my God 那如果这个海外公司有问题 那我的这个营收是不是就有问题 当然 所以这事件发生就在2012年8月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市场上还不知道 他营收会掉下来 但是呢就是疑似说 得知公司他代理线上游戏的 这个合约停滞 就是海外的这个代理商来讲 他有这个辞职的这种情形 就是我合约金 这个签约金 等于说我延后再进来 就海外那家公司 出现了一些的问题 跟合作之间出现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宇哥那当然是高层先知道 当然高层先知道 他们一定会先知道消息的 那高层先知道 跟你要不要卖这两回事 那你如果查出来 这个就叫他内线 对嘛 所以我大胆假设 如果说高层先知道 海外那家公司 跟他合作这家公司 合约上快要出问题 他已经先知道 他就先卖掉了 之后呢只包不住火 你再来卖 都已经天天点停板了 这个东西两件事 第一个是投资人检举 OK 有异常交易的话 因为股票天天交易太多了 对 那你看这间公司 其实不简单 去年前年我们在推 这个电子支付业务的时候 对不对 他这个欧富宝 他就因为这些欧富宝 让他这个转亏为盈 对 不错 他还在争取 算不错 但是案子是四年前的案子 我们直接跟各位讲 就是说你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请导播上 这个阻力库存的部分 好 我跟你讲 现在就要开始来追了 这个因为事情发生在 四年前 2012 还有一点 我在这里要说一段 小小的话 很多的上市贵公司 企业上市贵了 就要努力经营 不要以为 曾经捞了一票 然后就走人 没人会发现 现在政府反走过 必留狠击 什么筹码都追得清清楚楚 你看四年前的案子 2016年的四年后的今天 照把你抓出来 挖出来 所以请好好经营 对每位股东们负责任 才是您应该做的 2012年发生什么事情 宇哥刚刚要带大家看 来 请看 2012年在这儿 1月份 我先把它画起来 也许还没发生事情的时候 当时的股价 就在200块钱之上 甚至最高还冲到了250块 然后宇哥说 因为董事长们 先知道 所以你看 股价崩跌下来 在这边是否还出货一趟 请往下看 主力库存 就是宇哥要大家看的 在这儿 主力库存 有没有先到货 有没有先到货 你看 这么清楚跟明白 好 再来看一下 下面栏位帮我换一下 外资投信 自营商 我们没有扯 这些法人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待会儿宇哥 也会帮我们做一下说明了 2012年就在这儿 股价还在高档的时候 如果当下您发现 如果是这样 把它对下来 外资 股价掉下来的时候 外资 投信 自营商 我画的三个圈圈 你有没有发现 它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不论是 外资投信或自营商 这档个股就算有琢磨 它都是大进大出的 请问一个法人 会这么样忽货而大买 忽货而大卖吗 而且三大法人 步调都是大进大出 这是周线的角度 所以我只是说 想要找到 炒作股往往会涨怎样 请您要小心 从主力库存讲起 所以我们刚刚看 那个主力的库存 就代表说是 大户的一个含义 大户事实上在卖 而且你看 这个八月份在这里 有没有 你对外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地方已经一路 降下来了 你这就要有警讯了 你等到卖到这个地方来 就不负买了 你带到这里来 这里是这里 有没有看见 你等到这里来不及 你要看一个趋势 事实上是下来的 还有一点我跟各位讲 这种内线这个东西 你看着不一定看得出来 刚刚我跟曙芳在讨论嘛 你是不是融资融券 看不出来啦 真的看不出来 2012年它没有融资融券 没有 我们帮您查过了 就算有 现阶段也看不出来 我教各位 你要看是看整体的 第一个 族群性 最近这个游戏族群 不是蛮强的吗 对对 他有起到吗 没有 没有嘛 为什么没有涨到 他不是欧富宝 不是很好吗 怎么都没有涨到 一问一 嘿 奇怪 为什么人家涨他没涨 对不对 那一问二 我跟各位讲 像这种的这个例子 你还发现到一点 如果你常常在 平面媒体看到利多 对对对 一放二放三放 怎么放股价呢 就是上去之后下来 而且放了当天上去 然后放完之后不动下来 那你要注意 提醒大家我画一个 这是宇哥说的 今天媒体登头版头 画二版头 然后当天的股价这是平盘线 这是当天顺便教学 宇哥说的好 当天看到报纸 有得欢喜 你买我就大家买嘛 涨上去之后 莫名其妙高点站不稳 就变这样 然后越来越奇怪 开高走低收黑K 甚至翻黑 变成黑K棒 有人在借利多在出货 请小心 好 我们就举实际例子好了 Oh my God 这五月份到现在 都没有涨到对不对 这已经奇怪了 我们随便选一个 宇郡 我们拿宇郡来看 你看宇郡五月份跟现在来比 一样游戏族群 你看到没有 人家有涨 就是族群自贯 我们来看自贯看看 看有没有涨 也是有涨啊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族群都在动 你这个有题材嘛 我懂了 那你这个涨 那个涨 A涨 B涨 C涨 怎么涨都轮不到它 你就要小心啦 好 好 那我们再来 第二个警讯 我跟各位讲 我们口头跟各位报告 就是你一直出利多 我举个例子 最近还一档股票就热森 热森我记得 我们之前还追过 百万百追过 对不对 记不记得 那时候也是在这个什么 这个日本这间公司要并购 记不记得什么时候 五月多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大概在这里 五月 在这边 高点 五月底 我记得好像是128块钱嘛 两次利多都是建高点 两次利多 然后建高点就下来 对不对 你看 所以我的意思说 它这个利多 我们不敢怀疑是真的假的 因为你既然平面媒体 你敢放出来 你公开资讯 你敢放出来 我们认为你是真的 但是请问一下 你128块去买 为什么股价到现在都不动 没错 你要去小心 我的意思说 不要怀疑它是假 但是 看到是相信 我看到的东西 它没有涨 而且平面媒体 一爆出去之后 上去之后下来 好 那有谁在平面媒体 之前先知道 我不敢讲说平面媒体 或是电视媒体 不是 宇哥我跟你讲 因为我是做媒体的 不是平面媒体指导 而是平面媒体 它要写的时候 谁告诉它 它是被告知的 谁告诉它 就是那个有心人 是啊 解稿之前 有可能是前一天的下午 或更早 一通电话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短短下个结论 麻烦再把刚刚所提到的 Oh my God 2012年那一段的时间 宇哥有话 重点一 您得要认识炒作股 讯号一由 这个主力库存 当它的股价 有没有 就算再拉一波 主力库存竟然 悄悄在递减 有人放假的力多 他自己先落袍 讯号一 讯号二 报纸见力多 结果呢 股价当天开高走低 讯号三 就是呢 同一个族群 大家都在动 为什么它落后 反跌 反不动 可怜之人 就有可恶之处 股价也是一样的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呢 曹作股学会之后 我们要学这一个了 就是 现在国人很奇怪 很爱买一种东西 叫做外币型的基金 到底外币型基金 是什么东西呢 国内盛行 您得认识它 其实呢 我们今天在第一第二段 聊那个台湾50 台湾50反映 股票指数型基金 它也是基金的一种 但是不说不知道 总以为基金都是股票 No 有货币 国内现在国人 正疯狂的夯一种 也去买 它来做投资 叫做外币型基金 是货币的 听说还最夯的是美元 所以终于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商品 好 我们先讲一下 什么叫外币型的基金 就是说它是以外币计价的 我们就称为 所谓外币级别的基金 那投资人一般在国内买 都是用台币计价的嘛 所以就是所谓 这个所谓台币的部分 那当然也有所谓一档基金 它可能用不同的货币 在做计价的 那叫做多币别的一个计价的方式 那这有什么便利性吗 因为其实在最近几年以来 其实有的投资人 它的一个境外的户 它这个外币户头里面 可能摆了美元 摆了欧元 所以看它金额多寡 它可能就去申购 不同币别的基金 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性 所以但是就是说每一档基金 它可能不同的币别计价 就是由这个投信公司根据 可能某一个银行的一个币别 去做一些计算的 那请问一下它那个 以该币别计价的基金 基金的contain呢 它的内容物就是美元的升扁 澳币的升扁呢 还是说以美元计价 去买一些的原物料 其他的标的的基金 它的内容物是什么 应该说这些外币型的基金 有股票型的 有债券型的 有所谓平衡型的 甚至我们现在所谓的 叫做货币型的都有 只是说有用不同的币别来做计价 只要是不是台币的 我们就称为叫做所谓外币的 那我们看一下规模来看的话 其实以美元计价的话 在境外发行 所谓境外发行就是国 这不是台湾以外的一些投信公司 来台湾发行的这些这个状况 那目前的规模大概是2.5兆左右 所以算是相当大的 所以你看国人比较喜欢是美元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跟一般大家印象 就是说美元是属于强势的货币 那基本上它的一个升扁可能比较 风险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会有所谓汇率的一个风险 所以可能都比较喜欢美元的计价 那看起来在澳币的部分的话也 奇怪什么金额也不低哦 那因为主要过去来讲 在这个澳币的部分 它给的这个利率 利息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个可能有些资金是跑这方面来了 那不过主要的话还是以这个美元跟欧元为主 那但是偷偷来看的话 境外的这个所谓外币型的基金 加起来大概有三兆台币这么多 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国人对这个海外的部分的话 这个热度也是相当的高 看到这个资料 我真的觉得我们国内投资还真聪明啊 你看知道说美元走强 你看美元指数给大家看 从92就这么判高到9798了 因为联准会可能会升息 强势货币美元 就去买了美元的外币基金 澳币呢 人家澳币基准利率 澳洲哦 基准利率还是偏高的 听说他们